他們說 齊山這輩子你可能不會再紅了吧 你可能沒有你的舞台了吧 他在我的心裡一直有一個聲音跟我說 你許惠等候吧 我會給你的 我只不過是不曉得是今天 他告訴我 就是心裡有一個靈在那裡感動我說 四十多歲 沒準七十歲吧 這個幾十年走過來 因為太熱愛唱歌 使我迷失了很多的方向 曾經 因為你太熱愛他 我覺得是個謊言 就是說為了我的夢想要去拼搏 我為了我的夢想一定要幹出一番天地 可是當這個慾望上來的時候 你會忽略到周圍所有平淡發生的細節 甚至忽略家庭 忽略孩子 我問自己 齊山 你真的愛唱歌嗎 心裡有個聲音跟我講 拜託 我就是吃給你歌 我就是唱歌 那麼簡單 我今天很想透過這個現場 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的夢想絕對不會落空 問題是你要問你自己 心裡的那個慾望是什麼 如果慾望偏離了正常的一個軌道 你調整回來 一定會有的